前段時間 有人篩出了李嘉誠的派對照 李嘉誠今年95歲 虛歲96 照片上的李嘉誠仍精神科學 作為香港豪門四大家族之一的開創人 李嘉誠一向低調 新日照的發出以及李家最近的忙碌 引發了大家的猜測 就在前不久 一則商業收購通稿 同樣引起了港媒的關注 謝恩這則通稿中出現了一個名字李斯德 職務是長江實業集團企業業務部發展經理 李斯德27歲是李嘉誠長孫女 長子李澤巨之女 長江實業是李嘉誠商業大國的核心所在 這相當於孫女李斯德進入了家族核心管理層 從這次的舉動 大家紛紛推測李嘉誠家族事業的戒成 或許有將會引發新的格局 除了李斯德 李澤巨共有三個女兒一個兒子 小兒子李澤巨若有三子 李斯德是首個兩雙李氏家族企業的第三代成員 2018年 李嘉誠90歲宣布退休時 攻守兼被的長子李澤巨繼承家業 次子李澤巨自立門戶獲得資金 小兒子李澤巨最近有沒有閒住? 他被媒體爆出 與分手一二年的女友梁洛詩覆合 當年 梁洛詩和李澤巨未婚就生下三個兒子 但在2011年又突然宣布分手 過去了十多年 如今 李澤巨在這個節點發出家庭回歸的信號 頗讓人感覺微妙 一邊是江山 一邊是財富 為了不讓兄弟倆因繼承反目 李嘉誠實費苦心在中間平衡 家業因人義憤 最近這蠢蠢欲動的種種 是否意味著新格局的形成 李嘉誠的長子李澤巨和次子李澤巨 就將矛盾的兩面 一面保守 一面灑脫 一面穩健 一面隨性 一面心情 一面風流 大兒子李澤巨穩健而保守 深受李嘉誠的喜歡 當被媒體問及大兒子的表現時 李嘉誠增級長子李澤巨打了90 他表示 如果不是他的兒子 他會打100份 一個小的細節 就足以說明他的大象之風 李澤巨曾被綁架 但釋放後的第二天 他舉形象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出現在公司上班 1996年 30歲出頭的李澤巨在回家路上被綁架 綁他的人叫張子強 人稱世紀賊王 張子強打電話給李嘉 要李嘉誠拿以10億贖金來換 經過交涉 李嘉誠最終用10億贖金換回了兒子 後來張子強落網 有人問李嘉誠為何不報案 李嘉誠說和張先生談得很好 兩人有什麼樣的協議不得而知 但李嘉誠選擇不報警 當然因而知的安全甚至有慎 這次事件後 李嘉誠深刻反思 自此後 對於家人的安全 李嘉誠便得異常從事 不惜施支十億 重建安保 除了嚴密保護家人人身安全 也嚴密保護家人的資訊安全 正是因為這次綁架 李斯德由原名李彥寧 改為了李斯德 改名後 李斯德恍視低調 上學期間 同學竟然都不知她是李嘉誠的孫女 李斯德很少公開露面 就算偶爾被拍到 也都是戴著帽子和口罩 直到2017年 才公開露面 如果說李澤楷是承載李嘉厚望的那個人 是指李澤楷的人生 則完全是另外一個版本 如個個的乖巧不同 李澤楷從小就不是聽話的孩子 她而重於開飛機 潛水 駕駛快艇等 做什麼事 也喜歡出其不義 對李澤楷 李嘉誠說從七歲就沒再管了 不知道這是一句戲話 還是果真如此 李澤楷同樣是斯坦福大學的學生 但拒絕安排 畢業後 他沒有進入家族企業 而是自立門戶 1991年 李澤楷創立的《香港星空衛視》 成為香港首個衛星電視 1993年 李澤楷將電視台轉手買級媒體巨子麥多克 贊取了他的第一銅金 同年 他創立了電信營科集團 建立了一個以電信生意為核心的商業王國 因其事業非速崛起 他被稱為小超人 兄弟倆除了在事業和處市上經常被拿來對比 在感情上 也經常被拿來比較 與李澤楷戀愛新聞頻頻曝光相比 李澤楷可謂是絕世好男人 1990年 李澤楷在加拿大處理地產業務時 再一次燒烤聚會上認識了王麗喬 對他一見鍾情 最初 王麗喬並不知道李澤楷是李嘉誠的兒子 對他第一印象是平易近人 人品不錯 在李澤楷的猛烈追求下 王麗喬心動了 但家人並不允許 原因是王家與李嘉的巨大家庭差距 李澤楷沒有放棄 直到最後王家妥協 1993年 李澤楷與王麗喬結婚 與父親同住在香港深水灣道79號 婚後 王麗喬先後生下三女一子 兩人結婚30年 依然恩愛 王麗喬也被外界稱為豪門忠命最好的女人之一 與李澤楷感情簡單不同 李澤楷的感情複雜豐富得多 他的女友數量不斷變化 當然 大家最關注的 還是他與梁樂詩的感情 2009年 梁樂詩為李澤楷生下一個兒子李嘉誠給他取名長次 2010年 梁樂詩又生下一對雙胞胎兒子 一年後 梁樂詩就與李澤楷分手 她說 我和李澤楷先生已經分手 我們曾經擁有一段美好歲月 如今 孩子們健康成長 是我們共同的願望 至於原因 兩人都未做過多數名 分手後 李澤楷身邊的女人 橫視不斷變化 李嘉誠把財產分給兩個兒子和帶兒子家的孩子 但梁樂詩的三個孩子 卻一分錢都沒有憤怒 很多網友說 喜歡歸喜歡 但想要前門都沒有 確實如此 或許李嘉誠在密應撫養三個孫子的時候 就想好了遺產分配 門低差距 是李嘉誠阻攔梁樂詩進門的關鍵原因 但這不是梁樂詩不能進門的唯一原因 除了李嘉誠 李澤楷本人似乎也嫌棄了梁樂詩 在一段感情中 如果兩個人互相堅定 就能跨過任何障礙 但李澤楷和梁樂詩顯然不是那樣的人 當年梁樂詩為了讓李澤楷娶他 不適以分手相逼 李澤楷深知 要想娶梁樂詩過門 自己恐怕要放棄億萬家產 在父親和梁樂詩中 李澤楷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父親的家業 事問 如果李澤楷真心愛梁樂詩 他怎麼會不做出一絲反駁 反觀梁樂詩當年和李澤楷在一起的目的並不純結 在梁樂詩心中 先有億萬家產才有李澤楷 如果李澤楷被李嘉掃地出門 梁樂詩也不會願意和他在一起 李澤楷是個大方的人 當初他用兩億換梁樂詩的人生自由 到了分手的時候 他痛痛快快地給梁樂詩五億份手費 並且每年都有六千萬撫養費 雖然拿到了不少財產 但這些和做李嘉儀式相比 還是狗牛一毛 而在豪門中 對於此次的關注度一直備受注目 他們所關心的不僅僅是家庭的延續 更是未來接班人的選擇 這種關注常常表現在不斷增加家庭人口上 但梁樂詩卻以其特立讀行而脫穎而出 因為他並沒有介入豪門 梁樂詩與李澤楷的關係一直備受外界關注 梁樂詩經常生活在國外 很少回港 但在今年8月10日 他卻突然成為了熱點新聞的焦點 原因是他回港參加了一場婚宴 而且他與李澤楷還手出席 這引發了媒體和公眾的廣泛關注 對於梁樂詩來說 這個決定無疑是勇敢的 因為他在照片中沒有打馬 唯獨吸還手的男士打了馬 這位男士顯然就是李澤楷 兩人還手參加婚宴 這種親密的舉動無疑表明了兩人之間的親密關係 這不僅僅是親情 更是愛情的名證 但是令人關注的是梁樂詩的兒子 暫在了另一室 這明顯不是親情 即剩下了愛情 此外 一些細節也表明這位男士就是李澤楷 特別是他的穿著風格 通常會露出一小節手腕 以與他人區分開來 此外 兩人的個字差異也表明了這一點 因為李澤楷總是略高於梁樂詩 所有這些跡象都清晰地表明了這位男士的身份 儘管梁樂詩為了減少輿論的壓力 而對他進行了打馬 然而更引人關注的是兩人的長子李祥志 根據消息透露 他在年僅14歲時獲得了李嘉誠價值5億的豪宅 而這個豪宅位於群山之間 是一座隱備而壯礙的豪宅 從外觀來看 這個地方的安全措施也非常嚴格 對於一個14歲的少年來說 擁有這樣的房產無疑令人好奇 從照片中可以看出 他的外貌更像是他的爺爺李嘉誠 而不是他的父親李澤楷 因為他的父親更偏向於文雅的外表 李祥志看起來內涵豐富 這樣人們相信他的未來前途不可限量 這一節引發了網友的猜測 認為李嘉誠的接班人可能會發生變化 不久前 李嘉誠曾經帶著他的長房孫女 參加了一次會議 這樣人們認為他可能成為第三代接班人 然而現在情況似乎發生了變化 李嘉誠一直以來都鼓勵他的宣輩和兒子們 致力更生不輕易給予金錢上的幫助 就算是他的長房孫女 也是通過自己的努力 在公司中買出了成功的一步 然而他卻出手送給了 以防長孫一座價值五億的豪宅 這樣人不禁猜測未來的接班人 可能是李祥志 畢竟在豪門中對待長有的區別並不明顯 未來的繼承者將由時間揭曉 總的來說 豪門的傳承問題一直備受觸目 而梁洛斯、李澤楷和他們的兒子李祥志的身份和關係 引發了廣泛的討論 未來的接班人究竟是誰 自有時間才能揭示答案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 歡迎點讚、訂閱、加轉發我 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